那么我们说在树的最后一个运用 就是我们的胡佛湾树和胡佛湾边马 那么胡佛湾树呢 我们说它又称为是最优树 它是一类这种叫带前路径长度最短的树 那么我们首先一大堆概念就要出来了 什么叫做节点路径 我们说从树中的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分支就更成 它们之间的路径 路径的长度是指的你分支的数目 分支的数目 也就是我们从根到这个叶的节点 大家一看 那么这两分支 它的路径长度呢 我们就是二 这个是它的路径 树的路径长度呢 是指的树根到每一个节点的路径长度之和 注意是每一个节点 这数的路径长度呢 麻烦死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给出这样一个图 那么A到F 大家一看 从A到F 它的路径呢 就是AF 分别有A1和EF构成 路径长度呢 是二 那么对于这颗树的长度 我们怎么计算呢 我们就看它层次就完了 我们说对于这是第一层 我们说位于这一层的 大家一看 是有什么 是有三个 所以说三乘一 位于这个第三层的话 我们说一二三有五个 但它路径长度都是二 那么这一层的话 我们说路径长度是一二三 都是三个 因此呢有两个元素 也就是说树的路径长度呢 是十九 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呢 还是比较有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路径的长度呢 是这个节点呢 所在这个层次进行减一 一二三四 对吧 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说我们如果 让大家做算法的话 你应该 如果说如何通过这个编程 实现条路的路径的长度 路径长度 那就是说我们层次变历 最简单的 对不对 你变历完一个层次 你这个层次有了 层次有了 然后几点数你统计一下 人家一相乘不就完了吗 然后另一个来讲 然后说节点的带全路径长度 一般是指的是 该节点到树的根节点的路径的长度 和这个全值呢 相乘 那么这个全值呢 往往就是各类的这种 这种抽象的这种称呼了 对不对 那么树的带全路径长度 就是说这是节点的带全路径长度 那么这个呢 没给举例子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地方比如这个节点 对吧 它呢是45 它只是45 那么它的带全路径长度呢 就是45乘以怎么样 它的长度是2 对吧 比如说它的是90 是这个节点的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 我们讲的是树的带全路径长度呢 它是指的什么呢 它是指的你这个叶的节点的 就是节点呢 我们就只考虑叶的节点 它的带全路径长度呢 之和 就把所有的叶的节点呢 和它的带全路径长度呢 吸格满起来 吸格满起来 因此我们说说几个图 它可以计算出来 那么这个值呢 叫做WPL 那么对于这个图来讲的话 大家一看 它的WPL值来讲的话 我们说2457 它们的长度都是一样 对吧 我们说都是乘以什么 得出36 那么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有的短 有的长 得出来是46 对不对 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得出来是35 也有的长 有的短 大家一看 这个数的不同形态呢 它的WPL的值呢 大家一看是不一样的 那么活佛曼数呢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按照活佛曼算法 构造的这种活佛曼数 是什么 是这些叶的节点 带全路径长度 最小的那一个 这个是可以证明的 因此呢 活佛曼数呢 是一颗WPL值 最小的数 我们称之为什么 是最优数 也叫做活佛曼数 那么我们说 在这呢 我们说有许多判断问题呢 都可以用活佛曼数呢 来进行判定 那么我们说 刚才讲的 还有我们举这个例子 说C 是最好的 我们可以证明 它是活佛曼数 那么在这 长考的一些概念 就是说 这个呢 我就不再说了 前边有这个相关例子 我们就看着 活佛曼数的构造 就是我们首先要学会 怎么样构造 这个活佛曼数 它构造来讲的话呢 算法呢 是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 首先呢 我们说给出这个全值 这样一个集合 那么 对这个全值来讲的话 我们 要把它构造成一个 N颗的 二叉数的这样一个集合 其中每颗二叉数呢 它只有一个全值为 Wi的这样一个结点 它是没有什么 左右指数 也就是说 我们把什么 把它每一个全值的 首先都当成孤立的 节点的这样一个数 然后呢 我们说 从这个孤立的节点里边呢 我们找出两个 全值最小的 分别作为它的左右指数 构造成一棵新树 构造成新树之后呢 这两个左右节点啊 我们说就把它 从这个 这个叫我们叫森林里边 就把它删除掉 也就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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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四个节点 那么这两个节点 我们是最小的 我们构造成一个新的节点了 那么这里边就没有了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呢 再拿过来 拿过来 那么 这就重复过去 就再选两个相同的 那么这两个一删除 对吧 再选两个相同的 那么就构成一棵树 那么为了保证树的 这个 胡曼树构造形态的一种 唯一性 行为性 就是我们一般怎么样 一般全值小的 作为左指数 全值大的呢 作为右指数 如果取值相等的话 我们说 深度小的作为左指数 深度大的 我们作为右指数 其实主要目的 就实现应该是什么 右边的深度呢 要比左边的深度要高 但是也不一定 因为全值来讲的话 这个来讲的话 全值越大的话 应该是什么 它的深度越大 但是在有些这个数据来讲的话 也不一定 但是主要目的就是使得什么 使得这个形态的唯一 这两点要注意 因为我们在构造活泊漫术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构造的这个形态呢 如果你不规定的话呢 这个标准的案又不唯一了 我们一般规定是这两种方式 那么你举个例子 做一做 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集合 对不对 我们进行构造活泊漫术 第一步来讲的话 要进行排序 排序的目的是找最小的 首先我们把三和四两个取出来 那么它俩怎么样 就构成一个什么 构成一个数 这个数来讲的话 把三四从里边删除掉 然后把它们构造的这个二叉数 把这个七写进去 然后全是小的在左边 全是大的在右边 那么下一步来讲的话 我们说 下一步我们说 找两个最小的是谁呢 是五五 对不对 五五来讲的话 都一样就没有关系了 不分左右了 然后呢 它构造以后呢 我们说把十这个全值 我们写在这里 也就是说现在怎么样 成了它了 然后六七 六七来讲的话 我们说这个东西 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对吧 六七来讲的话 我们说六肯定左左输 七呢 肯定是柚子树 那么它俩加起来是十三 也就是说现在怎么样 我们的这个森林越来越少了 怎么样 逐渐怎么都合并成什么样 合并成这些 这个 用其他树呢 来进行合并 那么下面剩的就是八十 对不对 八十合并之后 大家看 十三十八 那么最后十三十八 合并完之后 大家一看 就成一棵树了 也就是说 活泊树的特点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两两合并 两两合并 对吧 那么每一次合并呢 都是它这里边 减少一个 那一个 就第一次合并 我们说减少 两个 对吧 那么第二次合并的话 我们说 往往会减少一个节点 当然也存在这种 我们一次减少什么 两个这种节点的这种情况 对不对 最后构成我们这样一个活泊树 对吧 那么活泊树的这个特点呢 大家看到 它的叶的节点呢 就都是我们的全值 是不是啊 另外来讲的话 它的每个节点的什么呀 因为它都是两两合并 每个节点的度呢 都是二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正则的二叉数 什么叫正则的二叉数呢 那么正则的二叉数 我们是离散的一个概念 正则的二叉数呢 就是指的什么 就是每个节点的度 都是二 这是二 这是活泊树的一个特点 在这个要记住 要记住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树的这个形态 那么这个算法 对手动计算必须掌握 手动计算必须掌握 这个步骤呢 要一步步的 要一步步的写清楚 然后另外呢 我们就活泊树编码 活泊编码呢 是由活泊树呢 这个发展而来的 首先我们说 什么是编码呢 就是我们把一个字符 A呢 我们编成00 或者编成01 编成P叫001 对不对 我们要把它发出去 对不对 为了保证 就是说我们 这个不产生歧异 我们在编码时候 要求就是说 任何字符的编码呢 都不能是 另一个字符编码的前缀 也就是说 大家看 像我编了这三个 大家看 像他和他 大家看 00的编码和001的编码 就00编码成为001的前缀 前缀 那么我们说 成了前缀以后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我遇到001的时候 比如我后边再加一个 比如有一个编码是11 对吧 那么 对于他的话 我在后边再编上个10 对不对 比如说对于他来讲的话 我可以认为你是发的是00 或者是00和110 对不对 00和110 但是我也可以认为你是什么 你是001再加上一个什么 也就是说001再加上一个10 也就是说 它会产生一个奇异 那么活浮万编码呢 它会就会什么 不会产生这种什么 这种这个特点 就是不会产生奇异 就是活浮万编码呢 它就是一个什么 潜水编码 这个定义呢 大家要记住 那么在这里题目的时候呢 往往就告诉你自伏级 然后呢 告诉你频率 让你给你这个频率 构建活浮万数 构建活浮万数 然后呢 给你这个数的 这个活浮万数的特点 我们说 数对吧 构造这样一个活浮万数 我们构造完活浮万数之后 我们说 页的节点上 页的节点上 就是我们的什么 字符 以及它的字符的评级 对不对 我们不一定 左边呢 是0 右边呢 我们说什么 右边是1 就左的数为0 右的数为1 我们说 到达它 这个页点编码就是00 它为是01 它的编码就是10 它的编码就是11 也就是说 从根节点 到每个页的节点所建立着路径上的0和1组成起来 就是它的编码 叫做国宏万编码 那么这个编码呢 绝对不会出现前缀的 为什么呢 如果出现相同的前缀 比如说出现一个001 我们说 你要想出现个001 那么它肯定就不是个页的节点 对不对 因为这个地方 它下面还有一个 对不对 因为它都在是1的节点上 所以说 绝对不可能出现怎么样 出现另一个字符的前缀 就是这种竖型的结构呢 就保证了 这个活泊码编码呢 是一个标准的前缀编码 那么我们再看前缀编码 这个概念 就这一块 我们说 AB大家一看 A和B 我们就重复了 对不对 那么我给你这个000 那么它到底是四个A 还是一个A 两个B 还是两个B 我就模糊了 这是前缀编码的这个缺点 对不对 就是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说 如果给你这样一个字符集 对应的全值也告诉你 那么我们让你写出的活泊编码 那么这道题呢 我们首先要构建什么 五分万数 对不对 首先要构建我们的 活泊万数 那么怎么构建呢 我们说首先三次 大家看三次我们说构建出来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是五五 对吧 那么就是刚才我们做的例子 然后是五五 五五然后就六七 对吧 六七 六七完了我们说就是八和十 然后呢两个合并起来 合并完之后怎么样 我们说六 比如说我们说六 六这个频率代表的是第四个 是D 因此我们说D的编码就是什么 00 对不对 三 三是B B的编码呢就是010 对吧 010 我们说四 四代表是C 因此四编码就是011 对吧 011 一次我们把它写出来就完了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常考的一个题型 而且是不能丢分的 送分的题目 除了我们说再找多的 多点这样一个 这个运算的这样一个 就多几个代码 对吧 就运算量会比较大 但是难度系数为0 那么合并完编码呢 代码实现 就是会不会考呢 我曾经从自主命题里边 看过类似的 也有考察 这个编码算法呢 也是 也是蛮有意思的 蛮有意思的 其实 也就是自主命题的同学呢 还是要稍微要掌握一下 首先就是说 我们的合并完数 我们说是一个 正则二叉数 因此它没有多一的节点 对不对 那么这又出了我们的性质了 又在考察单位的性质 一二三了 对不对 我们说 因为它没有度为一的节点 也就是说 只有度为零的和度为二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性质呢 依然是实用的 所以我们说 一颗有n个叶的节点 那么n个叶的节点呢 二叉数呢 合并半数呢 它的节点总数就出来了 是什么 是二n减一个 因为n个叶的节点 是n 再加上度为二的节点呢 是n减一 对不对 这没有什么问题吧 因此呢 我们说 你可以把它存储到一个 二n减一的一维数组里边 就没问题了 对不对 你可以把这些节点啊 把它存储到一个 二n减一的一维数组里边 就是采用什么 一维数组的方式呢 来进行构建这样一个 活泼板数 又采用顺序的这样一个 存储结构 那么这个节点数的计算 我们说其实有多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 你可以从活泼板的构成来进行 因为活泼板是两两两两 因为你n个叶的节点 我们说除了 除了第一次合并的时候呢 我们说是两个叶的节点 你把它减掉一个 然后剩下的每一个节点的话 都有两个什么 两个节点进行构成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一个什么样 根节点呢 最后有个针呢 对吧 根节点 那么我们说 这个呢就是我们 活泼板编码的这个节点 比如说左右 然后呢有全值 有parent 有它的负节点 那么在这儿来讲的话 我们引入了什么 负节点 通过负节点来 来什么 来什么 来更好的在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 顺序结构里边 来查找什么呀 查找它的 就是构成它的爸爸是谁 也就是说构建一个 应该是双向的链表 主要目的 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我们 这是对活泼板编码的 这样一个结构 比如说 采用的什么 主意是顺序结构 一直在这儿都是什么 都是整形 这个是全值 那么这个都是整形 这些整形 都是代表什么 在顺序结构里边 它所存储的什么 就是我们的二叉数的 我们的顺序存储结构 顺序存储结构 那么这个顺序存储结构里边 不仅仅是包含了 主要孩子呢 还包含了它 副节点来所在的什么 所在的就是这个 因为它总共是 二人减一个嘛 所在的什么 这个顺序表的这个范围 那么 胡文曼数的生成 我们先看生成算法 那么 首先来讲的话 我们说 要输入相关的 这样一个数据 对吧 我们放在这个 node里边 那么srinter 这是这个中间 这个有时候临时变量 然后呢 包k等于1呢 k小m k呢进行加加 k进行加加 然后当k小等于n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要输入一些全值 也说我们说是n个节点 对吧 我们要输入你的 这样一个全值 当n小等于n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你的全值呢 因为你是n个页的节点吧 那么我们就要把你n个页的节点呢 我们要什么 要把它输入进去 那么 如果你是 你是这个页的节点的话 我们就输入 如果你不是页的节点的话 这个全值初始呢 就是为零 对不对 说第一步来讲的话 1到m m应该就等于什么 二一减一 你说第一步的这个操作呢 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 对这个顺序结构的 这样一个初始化 那么初始化完了之后 那么下边就干活了 那么干活来讲的话 我们说怎么干这个活呢 大家一看 这个循环呢 是从n加1开始 小于m n加1小 因为我们每次两两合并呢 它会诞生一个节点 因此呢 我们每次呢 是诞生一个节点 当你爸这么 因为两两两两合并 你爸 原来是n个节点 你爸剩下的n减1个节点 都做出来了 那么你这个程序呢 就结束了 是不是 那么初始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是取两个最小的 第二两个小的 也就是说 这两个呢 是全值进行比较 这两个来保存什么 两个最小的这样一个值 也就是说 第一次我们将 借等于1 借小等于开减1 借就行加加 注意 这个开减1 大家看是和这开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它每次找的话 都是从什么 从你这个 整个的这个 一维数组里边 这n个节里边呢 都进行找 但是呢 你这里边 我们说有合并的 有没有合并的 在算法里边 怎么标识它 也是一个技巧 因为你只要合并的 大家一看 你的parent呢 就有主了 对不对 所以说 你parent等于0的 也就是说 没有合并的 它在里边找什么 全值最小的 也就是说 是不是小于w1 那么如果小于的话 就w2等w1 然后呢 把你的这个 这个标记呢 也说 记下来 记下来 就开始 它俩都是设的相等 对吧 相等 比如说 这个过程呢 就是找什么 找一个最小的 并且记录住 它的什么 序号 那么 找完之后 我们说 你这两个就要合并了 合并怎么样 大家一看 这是你合并的基点 就是你开个基点 然后呢 把这两个全值呢 要付给它 同时要注意 你这个 这两个合并的基点 这个parent 就有写上什么 你所合并后的这个基点 是得开个 那么就是说 我们在下次再找的时候 这两个基点 就相当于在我们什么 集合里边删除了 那么通过这个循环来讲的话 我们说 把你这n-1个点 循环之后 这个问题呢 就解决了 要注意 这个循环怎么样 这个循环 这个找的这个开 大家一看 随着开的增加 它一直加加 开呢 这个界呢 其实这个范围也越来越大了 也就是说 它每次呢 把上次 你所形成的基点呢 都包含到 你的这个插手区域 所以说这个算法 写的还是蛮有意思的 蛮有意思的 那么这又生成 胡方数之后 我们说 你找到数的这个根基点下标呢 肯定就是 二一减一 就最后一个 对不对 那么根于你的这个根基点 你再去遍临这个顺序表 那遍临到你的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叶子基点 那叶子基点 对吧 比如说 遍你前边的n个基点一边 或者你在前边的n个基点一边 你找到的 按照的parent 一次往上找 对不对 那么这个编码 我们是出来了 因此我们说 那么构造完这个顺序的存储结构之后 如果我们从叶子基点呢 向根基点呢 进行逆处理 我们说对应的字符的编码呢 我们就得到了 得到了 如果从根基点呢 我们说 开始变立 就是说从根往下的话 那么 每个叶子基点对应的这个活换编码的话 我们也可以找到 因为就是 这种找就是一个逆一个顺 对不对 你把它倒过来就完了 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 因此呢 活换码树来讲的话 它有二人减一个结点 这是我们活换码树的 这样一个编码的方法 那么就编码的时候 我们说就就是 主要是变立这个表 我们就 这个就不再说了 主要是你知道它的存储结构 对不对 变立的时候呢 就根据你像这个呢 比如根据它的parent 依次呢 到我们表里边进行查找 对吧 查找 再根据你的parent 大家一看 是L还是right 对不对 因为L的话那就是零 对不对 那么如果不是L 那就是right 那就是一 所以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顺序表的一个便利 这个就没什么了 关键就是 这活换编码生成这个算法呢 还是蛮有意思的 那么最后呢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也就是说 数二叉数呢 我们给大家花的时间比较多 因为这一块呢 是我们整个考验的一个热点 那么 首先 大家把二叉数的性质 12345 必须要把它闷熟了 那么二叉数的便利 先续 中续 后续 首先手动计算 然后代码 地规的 非地规的 还加上一个层次 我们在基础阶段呢 要把它弄清楚 特别咱们自主命题的同学 必须弄得非常清楚 另外 我们说 根据先续和中续 我们合并出来什么 这棵树 那么这个算法要掌握 那么对于我们特殊的叉数呢 我们做了一个总结 比如说蠻叉数什么样子 有什么特点 蠻叉数的特点 对吧 我们都举个例子 对于排阅数和平衡数 那么这两种数 就要学会 它的什么 排阅数就是一个什么 查找查入的算法 平衡数呢 主要就是一个什么 查入的算法 以及平衡化的问题 线索二叉数呢 比较多 我们要求掌握代码 就线索二叉数的线索化 以及根据线索二叉数怎么样 我们进行 查找的 便利的算法 那么线索化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那么对于二叉排阅数这块 我们对插入算法 那就删除算法呢 并不做要求 但是我们说插入算法 这已经有很多高校考过了 那么活泊数来讲的话 它的编码是希望大家要 掌握的 另外最后呢 就是我们树和森林的转换 森林转换 那么应该说还加上一个二叉数 因为树和森林转换没啥意思 主要就是他们转换的二叉数的过程 那么转换二叉数的过程呢 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特点特性 就是我们在CT课会来讲408的那个题目 那个题目这样很多同学 应该说栽倒英雄无数 有些就是 就是转换不透是怎么问题 就是转换起来 就是说一些节点呢 它有一些特点 那么好 我这次课呢到这儿结束 大家稍微休息一下